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瓢城web俱乐部为大家提供的ASP专题视频 我是主持人老师李永辉 今天我们继续看ASP结合Sixserver 上一节课呢 我们将这个注册的这个表呢 的里面的数据给显示了出来 就这个对不对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要做个注册 就是通过ASP向Sixserver的表里面写入数据 写入数据 那么我们立刻就开始做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 保存一下 放在这个ASP实验 it.asp 当然做的比较简单 我们要注册注册哪些内容呢 我这边就还原一下 因为我这边要参照它的字段 对不对 嗯 叫做会员注册 叫做会员注册 写一下用户名 Texture Name UseName 好 密码 这个性别 这个性别 性别的话在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的我们就直接的用男和女直接的用什么呢 用这个 给它来个位的值 外面的标签 复制一下 再来 下面一个是年龄 年龄直接复制这个 好 这个应该是password 这个应该是password 下面text年龄 直接填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所有的验证 那么在这里所有的验证我们就不去验证了 不去验证 验证的话之前都讲过 我们只是为了写入Sk2就可以了 这点就简单一点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电邮 好 下面的是介绍 介绍的话 介绍的话我们用文本须 介绍的验证 它的名字应该起 info 好 可以了 我们刷 我们在这里点i7.c 有了 OK 这样子的话 我们再给它做一个最后的 提交按钮 提交 好 提交过后之后去执行 执行的话你要给它外面加个form ig.sb 然后呢 进到这张页面去 ig.sb 全部选定 提交过去到这张页面 立即声明一下这张页面 这张页面的首先 先连接数据库 name incuj.sb 好,先接收 insname,password,6,edge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这个 email,info day就有tday 好 就这么几个 把它全部接收过来 它是用for去接收的 我们就这么接收 request for insname 这个可以不要 嗯,这个可以不要 现在呢,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看看是不是都 都正确了啊 不然的话,你写不进去 好,当然很多判断我们就不做了 很多判断我们就不做了 好,有中文是吧 好啊,有中文这个地方 trailset 这个地方 自动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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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选择保存的时候 然后另称为 改成第一个 改成第一个 另称为 改成第一个 然后 又说 jbk 接收过来 这个发送的 也要改 再来一遍 这个也是的 再来一遍 好,难 可以了 基本上都发过来了吧 我来个不一样的 这个是111 这是222 这是33333 这是444 这是555 难 1122 难 333 4455 全部发过来了 所以没有错误 没有错误之后 我们要写入数据库 好 写入数据库 写入数据库呢 你创建一个skill 只要执行一下就可以了 skill等于inside sidee2 然后呢 哪张表呢 gist这张表 values 好 这一道里写 g xname g password g 6g h g 当然这些 这个数据的合法性验证不做了 这个以前都做过 大家可以去参考 forg 没了 好 还有个g 对 那么 后面继续写 这个地方 我先把它来个回车 然后再上去 第一个呢 是一个 ease name 是个变量 是个字符串的 第二个是个 密码 也是字符串 第三个性别 也是字符串 第四个是 s 是数值 那你可以直接写 第五个是 email 第六个是 时间直接闹 行了 上去 好 写完了之后呢 直接运行一下 注册整工之后 让它跳转一下 跳转到我们要 发送留言的这张页面 就跳到这张页面 好 我先来一个 来个 蜡笔小新 密码 123456 男的 年龄 8岁 对吧 电邮 蜡笔小新 我是蜡笔小新 谢谢 错了 now不是可识别的函数名 这边写一下 now是函数可用 这个sqserver使用什么呢 像get dead 来 get dead 行了 刷新一下 还有个错 我们看它 先来个自动换行 我们看 1234567 123456 少了一个 多好 点点 这个变量 info 可以了 回去 再刷新一下 guest无效 guest无效 看一下 是数据库的名 我现在要的是表名 所以呢 这样子 检查错误的时候 就慢慢一步一步检查 gig 可以了 再刷新一下 行了 已经写入成功 写入成功 我们看一下 这个有没有写进去 有了 蜡笔小新 123456 男 8岁 蜡笔小新的邮箱 蜡笔小新简介 什么时间写进去的 2010年6月13号 7点31分24秒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做到这边的 最后呢 我再注册一个数据 让它保证它肯定成功了 樱笔小丸子 123456 密码 樱笔小丸子 10岁了 对吧 樱笔小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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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提交 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表 有了 第五条 写进去 OK 那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么多 最后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专辑是由表层 web俱乐部提供 网址 yc60.com gmail.com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